今天我们聊聊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将你的PowerPoint技能提升10倍 你有没有曾经制作过像这样的PPT? 不用担心,你并不孤单 几年前我的PPT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 可以让你的PPT变成这样 而且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即可 有了人工智能 不仅可以使你的PPT看起来像是由专业设计师制作的 而且还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演讲者和演示者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怎么可以做到 我现在在PowerPoint中创建一份演示文稿 为某公司的会议提前做好准备 所有做过PPT的人应该都会认为这两行字很无趣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工智能能否帮助我们让它变得更好 在PowerPoint界面左上角点击Home选项卡 然后在工具栏最右侧 有一个名为Designer的功能 点击这个按钮将打开设计师窗格 这里会展示出很多不同的幻灯片设计建议 可以让你的幻灯片瞬间焕然一新 Designer会根据幻灯片内容给出建议 在这个例子中 我的幻灯片要讲述公司的会议 因此设计师会给出关于会议的设计建议 通过浏览不同的风格 我选择了一个我喜欢的设计并点击它 这样这张幻灯片就瞬间焕然一新了 现在我已经使用了新的设计方案 暂时可以关闭Designer窗格 如果需要可以再次打开设计师来获取新的设计建议 如果我需要添加其他幻灯片 他们会自动使用第一张幻灯片的设计 使整个演示文稿保持一致的外观 虽然所有的幻灯片看起来都很一致 但是这张幻灯片并不像我第一张幻灯片那样 令人印象深刻 这张幻灯片要呈现的是客户反馈 让我们看看设计师能否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做出改进 我再次点击设计师功能 这次他给出了关于客户反馈的设计建议 通过浏览不同的设计 我选择了一个我喜欢的设计并点击它 这样 这张幻灯片也瞬间焕然一新了 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将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城市开设一些新的饼干店 如果你恰好住在其中一个城市 看看这个我有了这个漂亮的时间轴 可以视觉化的表示所有这些新饼干店的开业时间 不同位置的饼干店即将开业 这看起来非常不错 如果你想查看更多时间轴选项 你可以关闭Designer然后重新打开 这里会提供所有这些不同的带有时间轴的选项 你可以浏览所有这些不同的样式 看哪个最适合你 你可以将Designer窗格保持打开状态 当我点击下一个幻灯片时 你会看到设计师自动更新此幻灯片的不同设计选项 我认为这个功能看起来已经相当智能了 就这样我的幻灯片开始比以前看起来好多了 接下来是下一张幻灯片 我想在这张幻灯片中包含我们CEO的信息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包括一个实时视频 在顶部点击Insert 然后有一个新的选项叫做Cameo 看看这个现在可以实时地将摄像头插入到幻灯片中 最酷的是在Designer窗格中 可以将摄像头整合到这些不同的设计中 这点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现在让我们转到演示文稿中的最后一张幻灯片 在这张幻灯片上 只有一大段文本 我们都知道在幻灯片中 如果出现大片幅的文本 会瞬间让观看者失去兴趣 因此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使用人工智能 来自动总结这段文本 从幻灯片中粘贴文本并复制到这里 告诉人工智能将这段文本总结为三个要点 让我们看看能得出什么 点击提交 人工智能很快就给出了这三个要点 复制这三个要点 然后将其带回PowerPoint 这看起来好多了 但你可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让我们点击Designer 在这里有一些漂亮的设计 选择这个 然后在这里我有我的要点 这看起来是不是比那一大段文本强上多少倍 AI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使这些幻灯片看起来更美观 还可以帮助我们在演讲时收到实时反馈 让你可以成为优秀的演讲者 如果这个视频播放可以超过50万 下期我将为你演示如何做到这个操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